亲爱的朋友 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今天的圣经 撒加利亚书七章九节说 我早就命令我的子民 你们要秉公行义 要与慈爱怜悯相待 有一个故事说 某天 有人们准备翻新骨仓的时候 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 洞中有很多老鼠 于是工人决定用烟弓 希望把洞内的老鼠逼出来 浓烟入洞 老鼠们仓皇逃生 纷纷从洞口跑出来 正当大家以为老鼠都走光了 竟然看见两只老鼠 人在洞口附近碰碰撞撞 最后几几辛苦才走出来 人们发现其中一只老鼠 像是咬着另一只老鼠的尾巴 众人感到稀奇 仔细一看 才发现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 另一只老鼠便设法 令它咬着自己的尾巴 带它一起逃生 大家看到这种情况甚为感动 并猜测两只老鼠的关系 有人说他们一定是父子 也有人说是夫妻 是兄弟 大家觉得这些答案都很合理 然而一个小孩问 为何他们一定要有关系呢 众人历时漠然无人 亲爱的朋友 连动物都可以这样彼此对待 愿上帝赐给有上帝形象的我们 长存慈爱怜悯的心 成为流露祝福的管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